星爷拍了一生的喜剧,他自己却说,我拍的都是悲剧啊,因为喜剧的定义,是不仅能使人笑,还要让人哭,这才算是成功的喜剧。 就像大话西游,明明笑点不断,但大家都说,他是一个伤感的故事,星爷在成名之前,曾跑了八年的龙套,起初,他向喜剧导演黄百明推荐自己,但是被写太丑,说他没有特点。 后来,周星驰遇到了自己的有缘人,李修贤,当时的李修贤,已经出道十几年,主演了很多电影,同时也开始当导演,培育新人,他和周润发合作出演的蝶血双雄凭借过瘾的实力,在香港受捧,一次偶然的机会,李修贤遇到跑龙套的周星驰,觉得这个小伙子很努力,非常不错, 于是他,到自己主演的电影《小雷先锋》中担任配角,这个机会,让周星驰一举成名,夺贷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男配奖,看到周星驰的努力和潜力后,李修贤把周星驰先到了自己公司,周星驰的身价一路飞涨,但很少有人知道的是,李修贤和他签的合约酬劳很低,并且一直没变过,曾有不少工资来挖他, 甚至像华强都向他抛出橄榄枝,都被周星驰拒绝了,当时的香港,黑社会很严重,有的经纪公司威胁周星驰,来他们公司,为了躲避,他和吴梦达商量,想要移民,却没有成功,但在他的一再坚持下,各项事业还是取得成功,他用七年的时间,帮李修贤赚了三个亿, 自己只拿到了七十万,有人说他傻,他笑着说,如果没有对方,自己说不定还在某个地方跑龙套,所以他要报恩,这件新年和他带给我们欢乐的电影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